美国又开始对伊朗的新一轮施压,将F-35A这一王牌战机部署到中东,并且最近公布了F-35挂满先进导弹巡航的画面。 此次F-35与大量盟军战机联合巡航波斯湾,明显是直指伊朗而去,战斗意味十足。 外界纷纷猜测,难道是美国终于要出手了?虽然伊朗之前公开了很多先进武器,但面对美军还是很难有获胜的希望。 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武力威慑,或让伊朗很难做得住。 这次美国部署在中东的是F-35A战机,是空军的标准型号,也是F-35头,一次部署在距离伊朗那么近的位置上,航程可以覆盖伊朗南部和中部的绝大多数地区。 此前美军的F-35A已经与阿联酋的空军展开了联合演习,这无疑是在对伊朗进行威慑。 而美国亮出这一底牌,究竟是为了什么呢?其实很简单。 目前,美国已经没有依靠先前部署的兵力,来压制乃至战胜伊朗的自信了。 美国之所以可以在中东地区立足,都是因为其在中东,以及临近中东的地区,拥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和可以使用的港口,与其他军用设施。 在这种情况下,即使是美军在中东部署十万人都不会因后勤而烦劳。 可是这一情况,却被伊朗用多年积累的底蕴给打破了。 是的。伊朗正是凭借住自己在中东拥有绝对优势的导弹储备量,以及不错的导弹质量来威慑美国。 目前,美国在中东绝大多数的军事基地,都完全暴露在伊朗导弹的射程之中。 甚至连欧盟都有受到直接打击的风险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在中东展开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脆弱的。 毕竟几万大军,不可能在中东不吃不喝的执行作战任务任务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就要寄希望于F-35战机,这种拥有不对等力量的装备了。 力求在伊朗组织起反击力量之前,将伊军彻底摧毁至无法反击的程度。 最近伊朗光明正大的地公开了自己的地下五倍库。 而美国恰巧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对地下攻势的打击导弹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有信心,可以在伊朗大部分导弹,还未启用之前,将它们全部埋葬在地底下。 现在美国已经将自己的王牌,部署在伊朗周边了。 而伊朗却失误般地攻开了自己最大的底牌。 在这种情况下,伊朗必须多加小心。 而伊朗境内,不乏有许多效能尚可的防空导弹。 而这或许将会是这场即将来临的冲突中唯一的变数。 而就表面上的战力来看,伊朗现在恐怕很难有胜算可言。 在这种情况下,伊朗却失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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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